農曆年關前 銀行現在展開了外幣搶錢大作戰 美元還有人民幣 這個兩大幣別 透過高利定存專案用力吸金 尤其人民幣在銀行進竹之下 優惠方案年利率已經喊高到3.5%了 不過這些高息定存商品 雖然標榜高利率 仍然有相當多的陷阱要注意 業者就表示 外銀的外幣高利定存專案 多半起存門檻比國銀還要高 而另外選擇外幣定存方案前 也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在定存沒有存滿一個月 就辦理打算提前解約 那麼全數都會不予計時